2.3 條 這是一個transposition的題目 這些題目就會複雜一點 而且思考的地方會比較多些 這裡有幾個音 它就transpose down a perfect fifth 即是它退了一個perfect fifth下去 就想你看一下accidental 畫得對不對 我們要每個音數一下 它是否真的退下了一個perfect fifth perfect fifth其實就是七個semitone 退下去 即是說我們無論看到什麼音 我們退左邊七個semitone 逐格數就知道它去了哪個音 第一個要看的就是key signature 退得對不對 我們大家先當它是一個major 它是Amajor 三個sharp是Amajor 我們當它是一個音這樣退 A我們向左邊退七個semitone 就知道它退了去哪裏 不算自己退一 退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它們退了去D 所以就是D major 它這個是G major的key signature 所以它就是不對 D major會有兩個sharp 下一個音 我們看看C去到F 是否有七個semitone 如果不是 那這個音就交流 不正確 我們在這裏出發 不算自己 1 2 3 4 5 6 7 它會去到F 所以這個就對了 下一個E 移去A 我們看看它是否有七個semitone 我們在這裏出發 不算自己1 2 3 4 5 6 7 是A的 所以這個就對了 好 接著F移去B 又數下它們是否有七個 我們在這裏出發 1 2 3 4 5 6 7 應該是B-flat 所以這個不對 好 最後的音 D-sharp 和G-sharp 我們在這裏出發 1 2 3 4 5 6 7 是G-sharp 所以這個就對了 1 2 3 5 5 5